接著這款神牛螢幕它的放大縮小也更拔剌 接著這款神牛的螢幕它的放大縮小也非常非常的奇怪 就是你沒有辦法直接用兩指放大縮小 你一定要進入選單 然後我們按放大 然後開啟放大 然後你才能挑選兩倍四倍或者是自定義 就很拔剌 然後自定義你才可以這樣放大縮小 那你進入選單你還要按放大然後按兩倍是要幹什麼 這很奇怪 然後你要關掉放大的話 你還要再進入選單按放大然後按關 這樣子才可以恢復原本的大小 這是什麼鬼 就沒有辦法快速的就這樣子Zoom in 然後放大看一下然後再縮小 就需要來來回回花多一點時間啦 再來一次 神牛這一款觸控螢幕它的放大有點麻煩 就是它沒有辦法直接兩指這樣子直接放大 你要放大呢 你要先點兩下進入選單 按放大然後開啟放大 我們才能挑選兩倍四倍或是自定義 那通常都是自定義啦 因為兩倍四倍是要幹什麼 自定義就你就可以這樣自由的縮放 但是你自由縮放之後呢 你要取消這個縮放功能的話 你還要進去我們的選單 然後按放大再關閉我們的放大功能 這是什麼複雜的設定呢 就直接兩指放大不是就好了嗎 這就是要來來回回進出選單 有點麻煩